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看到认知战也开打了 怎么说呢 因为在网路上你看到有骇客公布说 他已经拿到了这个外交部的机密文件 然后说你们那个以后的副总统萧美琴 他居然运私久 他居然运私久进台湾 就说他的私德如何如何 这是不是一个认知作战呢 人家都还没有上任 你就说他这样的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你看到了现在呢 这个共军的一个动作好像越来越多 那现在美国呢带着菲律宾 他们也有一个联合的军演 这个军演呢也有一个小插曲 他们当中有一个科目要演练 要集成一艘这个舰艇 结果这个舰艇呢 居然是中国制造 所以呢这个中国就跳脚 说你们一定就是故意的啦 菲律宾说没有没有就不好意思 就不小心就选到那一艘嘛 好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担心那520会不会擦枪走火 越来越紧张呢 布林肯要赶快到中国去啊 有人说啊他此行很重要 就是要去警告些中国 说你们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做 提问哥你觉得到底呢 这个布林肯到中国去 是要警告他们吗 继上一次这叶伦到中国访问之后 这一次是换布林肯 那布林肯准备是在 这个礼拜三24号 然后准备到北京还有到上海 那其实他这一刻行程 大家都关注的非常 这个非常绵密的关注的 主要原因是第一个 就是说美国国会刚好 就是通过援助乌克兰 还有以色列还有台湾的法案 台湾总共可以拿到 将近8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火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刚好布林肯又接续的到中国访问 主要的原因大家也认为说 跟520的就职是有关系的 因为520赖清的就职之后 可能会讲出一些 这个他的一个就职演说当中 讲出了什么话 那这时候可能彼此之间要做一些沟通 那现在在北京这部分来讲的话 就希望说不要在520的时候导弹 因为你520的时候导弹的时候 当然除了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政局之外 当然有可能对这个经济方面 也会造成一些影响 听说他所谓导弹就是你的就职演说 不要说一些543 不要说一些 也不是 我是说他在北京那边沟通说 不要在就职演说的时候 去搞一些军事上的活动 可能是这个东西 警告中国不要有动作 不要去做一些军事上活动 那这时候其实他还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当然是涉及到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公平的这个情势 特别是有关人权 还有劳动权等等之类的 这是必然会去处理的 第二个目的当然就是涉及到 中国企业怎么资助俄罗斯的企业 因为他们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公布 怎么制裁中国企业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布林肯的这个行程来讲的话 跟这个两岸之间是有关系 跟他的国际大格局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他去之前 你看到现在那个大批的共击 他就讲说以后我们会常来 联合战备警循 是 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这一次的行动 应该是跟美国国会通过 对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 是有关系的 因为这是美国自己 用自己的纳税人的钱 然后去弄这个军火给台湾的 不是单纯只是台湾去购买 那现在的联合军员也有专家去提到说 可能未来我们必须要面对到 一季就是三个月 可能会有一个例行性的 因为这一次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战机 或者是相关的军舰 他们事实上就在执行一种 叫做联合作战的态势 那这个联合作战态势 陆海空这种联合作战态势 包含殲-16 包含这个运八 这些还有海面上的海面舰 这是可能有潜水艇也存在 所以就是以前可能就供机来 或者是他们的船来 但现在是一起出动 他们一起出动 目的就在做联合演训 那刚好也是跟最近4月23号 是中国的海军节是有关系的 我们目前看到的中国海军节 它一些规划一些活动 除了这个骚扰你之外 另外它在各个它的港口 都会有它的开放 它的军舰到上面去参观 所以比如说最近的052D 厦门舰就在厦门这个港口 给厦门的老百姓上去参观 这是在这次海军节所做的 另外不要轻忽就是这一次 中共也举办了在青岛的 第二届的西太平洋的海军会议 那这是在十年前 中共举行了第一次之后 这次是第二次举办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他想要跟大家和好的意思 他其实释出的讯息非常多 包含从马英九 建了马英九之后 到后面的很多的做法 比如说建了这个德国总理萧姿 或者是说接下来习近平 可能在下个月也要到法国访问等等 这就展现出现在中国 已经收起这个战狼外交的这个部分 而且你知道连布林肯去访问 中国外交部都表达欢迎 以前都骂得要死 现在都表达欢迎 换上一个温柔的面貌 对对对 它的另外一个一面就是产现出来 这典型习近平双子座的个性 就是另外一面 就是这个温和的一面 就展现给国际社会看 我们这称为叫笑脸外交 那但是其实周边国家都非常紧张 而且认为说你根本就是搞两面手法 因为你在南海的部分来讲的话 菲律宾其实是首当其冲 那最近来讲大家知道说 这个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 肩并肩联合演习也即将举行 那即将举行的时候 结果香港媒体发现了一件事情 既然你的靶船 用了这一艘中国制的靶船 而这一艘靶船是菲律宾 它是唯一一艘 我们知道在菲律宾的所有海军当中 只有唯一一艘的这个 这个中国制的这个海军 海上补给船 就是这一艘 然后就故意用它 真的要把它集成 你既然把它叫做卡里拉雅 卡里拉雅符号 这一艘船竟然把它拖出来 要当作靶船 然后真的要把它集成 你不是此地乌云三百年吗 那你这是针对我而来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中国还骂他们说 这是幼稚的行为 然后菲律宾说 这个这不是故意的 那当然一定是有意的 不是故意的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说菲律宾内部 他们对中国是非常气愤的 因为你这么多报废船 你为什么只有用这一艘 你可以用其他艘 对不对 这是故意的 那同时间 其实中共在520之前 也对台湾进行 这个所谓认知战 你知道萧美琴 不是从美国回来之后 它其实有货柜 一箱一箱货柜 就会把它在美国的一些东西 我们印象最深刻 就是它带它的猫 对 带猫 带猫一定要亲自带 不可能用货柜转回来 但是它有加剧 它里面的一些 个人的财产 基本上可以带回来 那你们知道说 其实我们驻外人员 在海外 你跟外宾见面的话 其实人家可能 或多或少都送你酒 这一次来讲的话 有12瓶酒 也跟着货柜回来 但是有人就在网路上 带风向 说这个是 又是再一次什么 这个什么 那个免除关税 或者说 这个所谓偷运酒回来 那这种做法 其实就是认真 因为我们外交部 本来就有一个 驻外人员的返国之后 他们的所有的一个 家用财产 怎么回来的一个办法 那这个办法 本来就按照 那个规定来处理的 所以其实 网路上现在发现到 有外交部的内部公文 外泄的这个 这个网路上 有人在兜售 这个外交部的公文 从2022年到2024年的相关公文 结果这里面就有隐含着 萧美琴的这一个事情 所以有人认为说 这有人刻意在带风向 然后故意把它导到说 这个好像用特权 不缴关税就进来 事实上不是 这些驻外人员 本来就有quota 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带回来 其中也包含酒 所以挺文革 接下来我们会看越来越多 对不对 越靠近520应该越来越多 类似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就是舆论战 文宣战 法律战 还有这种所谓的 隔空教证的 这种东西一定会持续的出现 520前 大家都会常常看到这个现象 对 所以我们在520之前 现在已经倒数了 最后这一个月 我们接下来就等着瞧 到底还会对岸如何出招了 不过提到520 你这个投资股市 最近应该是 这个迷迷茂茂 除非你放空 好 但是我们来看 520行情到底零不零 现在跌一跌 到时候520拉起来 也是一个方法 好我们来看520行情 如果跟着政策走 是不是绝对不会错呢 好我们来看半导体 AI人工智慧 军工 安控 通讯 这些会不会是未来的 AI内阁 新的 他们要扶植的一个 新的护国神山群之一 那520之前 到底有没有 这个机会可以重回两万点 现在距离两万点 越来越遥远了 好我们赶快有请 这个建军哥来讲讲 就是说最近的台北股市 可以说真的还蛮杀戮的 就是飞断乱射 然后法会乱开股 股票乱卖 大概是最近的产况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台股今天 跛脚了吗 今天国内有个大型的投顾 就出具有这样一个报告 就凯基 他说台股最近 上涨了有三只脚 一只银反应 两只出现裂痕 哪两只出现裂痕呢 他说AI狂潮 这一波上涨多少 涨了5000点 急涨很多嘛 所以他认为 让台湾的股市 P已经达到将近20倍 所以有点过高过热的情况 那AI的部分 他认为评价已经有部分的满足 然后再来是美国降息的问题 待会再来谈 就是降息本来是怎么样 降息三次 然后下一次变两次 然后一次 然后从三月份变六月份 变九月份 所以美国降息这件事情 变成好像市场上已经变 越来越掰咖 这件事情已经作为确定了 那再来就是台积电刚才讲说 你自己开法说 但是呢 资本市场最厉害就是 我自己开法说 但是我也帮别人开法说 但是开一开就变成了开法会 他说这个AI虽然很好 但是他的车用不好 然后全球的这个其他代工也不好 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台积电独好 但是呢 英特尔不好 然后三星也不好 他口头上没讲 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很多投资人 也都这样解读嘛 所以就是法会有点乱开的 这种情况 但你也不能怪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他过去向来 都有评论整个产业的一个情况 只是说 他有那高度可以评论 但是只是说最近台股大跌 大家要找战犯台积电 就你讲的 战犯之一 就你讲的 所以台股掰开了吗 那我中间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中间还多一个 插协同理论 就是说因为最近的高股息 因为很热嘛 高股息是不是好东西呢 ETF是不是好东西 是 他创造很多现金流 帮大家结税 但是当很多人都去买 他不知道有下跌风险的时候 他不知道 中间可能还有一些 以为买了都不会赔 这样子去买盲目 就可能有点风险 我讲的插协同理论 是指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 好 那讲台股掰开了吗 大家就要讨论520行情 对 就你讲的嘛 现在是礼拜一 距离520就刚好20 20个交易日左右 一个月 那我们先不要讲520 我们先讲台股 先止疊啊 各位观众 先止疊 先求有再求好 要先有 稳住这种情况 第一个要先看 国际局势 尾巴不要再打了 就是以色列跟这个伊朗 不要再打 这看起来 根据BBC 所以那个国际局势 我们主要看中东嘛 对主要看中东 看以色列 不要再恶化了 目前看起来 有点止住的样子 恶乌没有人在理他们了啦 就是看中东嘛 对对对 中东才是 让整个通膨 恶止 最重要的 牵动 最敏感的神经 是在中东 然后美债殖利率 跟大家报告一下 大家想说 一直不在降息 那这个降息的期率 一直在往后延 所以美债现在 10年期殖利率 现在已经从4% 一路飙照 4.6 4.7了 美债殖利率这么好 股市大家就被抽钱嘛 那抽钱之后 你看台股日股也都 台股日股 日币也都被抽了很多 日币已经贬到了 大概153 154 台币已经贬破了32.5 今天到现在盘中是32.6 贬得快一角多 所以台币不能够再贬下去 然后AI巨头必须要止跌 美超微贬了 跌了一下子跌了两成多 那个他又像 这个辉达也跌了一成多 所以必须要再止跌 不然台湾就跟着 咪咪骂骂骂 那再来最后 就是关股的进出 大家要盯一下 其实 上礼拜不是公布了 这个财经内阁吗 其实一品 大家普遍来讲都不错 找崇岳的董事长 崇岳台积电又这么熟 然后中美之间又都还 非常的清楚 这个食物要怎么做 所以看起来 这个财经内阁不错 但有没有清楚 其实没有 所以脸上有点挂不住 那我们看八大关股 八大关股上礼拜买了多少 买了470几亿 算相当有诚意的一个买法 没有诚意 但买不上去 对那至少止跌 就是说关股最近还会不会继续买 就是一个 我们要看止跌的最重要关键 这四个关键 那再来跟大家讲520行情 我帮大家 收集了从2000年到2020年 总共中间有六次 这个520的就职里面 大家看一下 结果前后涨跌是怎么样呢 大家以为520的行情是在前头 但没想到高潮在后面 所以很有趣 所以现在选这个520就职之前 跌很合理 对很合理 之后再涨 其实至于你看前20天 我们现在是这里 对 它上涨 六次里面只有上涨两次 都在跌 那前10天是上 六次里面上涨三次 但是你看后面10天 后面20天 上涨几率是不是有67%跟83% 所以根据统计 就是大家不要那么兴奋 其实520真的涨的是在涨后面 好不好 不要那么心急 真的政策端出来之后 就开始涨政策概念 所以先跌后涨 过去如此 这一次也有可能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政策概念股有哪些 对 一定要看 等一下你先讲止跌 你觉得会跌到哪里 我觉得最近刚好在提现 跌到一点半 你不要讲这样 你怎么知道我讲跌到一点半 跌到录影快结束之后 没有啦 我是觉得季仙附近 有机会做一个止跌 我觉得再大跌的几率不大 因为毕竟短线 乖离也大 那关股大家也都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短线进去 然后如果美国不要再跌 战争不要再打 最近有机会在这边 做一个直抵 好来继线 那所以要买谁来买政策股 会不会是一个机会 政策股 我们讲说赖总统 还没有上任之前 他先去看什么 他先去看无人机 他国机国造 是一件他觉得 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 国防自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看了什么 看了雷虎 那汉翔 也是我们国机国造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公司 那荣刚呢 也是非但概念股 所以国防自主这一块来讲 我相信应该是还没有讲完 因为它是政策长线的扶植 今天才公布了一个 台湾2023年的国防预算 台湾国防预算 在去年是增加了 11%还是12% 所以我相信这个国防预算 投入到国防自主 在今年明年后年 大后年都会更多 所以这个订单 我认为是长线的一个订单 那再来是重电的部分 这个绿电 其实有点观念 概念 本来是说台湾跟美国的 这个重电设备要做更新 那AI也需要重电 所以国防自主 重电跟营件资产 我觉得在无二联行情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布局 对 所以这个未来的政策概念股 这个建讯哥很贴心 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无二联行情长在后面 那买谁呢 这些政策 跟着政策走 应该会比较有机会了 好 那么继续 我们就带您来看看了 那来看 我们的财经内阁 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的 郭志辉 我们的准经纪部长 因为他跟产业界 非常非常熟悉 他自己就产业界出身 他创业者 然后跟美国关系很好 他很会讲日文 然后他跟郭董 两个人还很有渊源 我们上周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了 到底我们的郭董 跟郭志辉 他们以前是两个人 一起到日本去 然后我们的准经纪部长 还帮郭董当司机 帮他当翻译 两个人感情挺好的 那到底郭董 对于未来的准经纪部长 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也侃侃而谈 跟大家来分享 但是红海最近 真的好消息不断 你说一直跌一直跌 会不会是一个机会点 大家要好好来细品一番 我们来看到 辉达的新的超级电脑 红海做的 而且做的 比大家想象中 还要时间更提前 然后大家不禁要 给他一个大拇指 说这个红海就是厉害 然后甲骨文要在日本 大手笔投资 AI伺服器 也是要给红海做 还有云端的四大咖 像Amazon 像Meta他们 AI的投资 也得要靠红海 所以红海接下来 是不是很有机会 又搭上了准内阁 是不是感觉好像 又层层叠叠的 利多好消息呢 杰明哥 对 因为这是我们说的 财经大黑马 郭智慧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从越真的表现很好 其实是做日本的 代理商 后来自己也做研发 那现在也是台积电 主要的供应商之一 那我们真的很恭喜 从越有这么优秀的董事长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曾经有讲过一句话说 我曾经当过郭台铭的司机 哇 这也引爆了 大家好奇 什么时候当司机 为什么当他司机 这到底这些关系是如何呢 原来话说 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 当时郭台铭 他刚刚慢慢的做创业 有点那种 有点机会 那想跟日本有多点合作 那当然就去日本拜访厂商 看能够技术引进一些东西 或者一些产品 因为1980年代的日本的半导体 跟科技产业是第一个人 那打到美国都很害怕的记者 那时候哪有哪含 台湾也刚开始 所以当然这个郭智慧 因为他日语非常流利 那这个日本又是诱驾 对 但是对郭台铭而言 他不知道诱驾 其实我觉得只是 大家一起去拜访 那只是说郭智慧 不是说他真的当他的司机 当翻译还领钱那种 不是 而且你当时的 互相帮忙 而且当时的危机 搞不好郭智慧的优秀程度 比郭台铭好 因为他主要是做日本代理 那时候做日本代理 像台湾有好几家公司 还是做日本代理 股价最近都冲破 所以那个时候的概念 等于是郭智慧就是大哥 我跟日本比较熟 带你一起去做生意 是 因为那时候 其实因为郭台铭想做一些 比较高压电线电缆的 一些冲压的生意 想他们能够拿到 一点日本人生意 或者来做合作之类的 那郭智慧就当了他司机 不是司机 因为郭智慧 对这些产业太熟了 郭台铭需要他去介绍这个客人 那你知道日本商社 有认识 没认识差很多 那有郭智慧帮忙 当然郭台铭就有 都姓郭 就有机会可以这样子 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吗 你长很像 没有是不是 完全没有关系 那当然这个郭台铭就说 郭智慧是一个聪明才智 努力奋斗 然后也是一个成功的 跨业创业家 那谢谢当时郭智慧的协助 才有郭台铭的今天 那希望在经济部 能够表现很好 是 但是这个当然就会 人家想说 红海真的是很了不起 但有人在怀疑 问一个问题 既然你跟经济部长 那么友好 然后现在其实 红海集团也慢慢的 不谈中国了 比如说红海 已经很久没有谈苹果 都谈电动车 谈伺服器 谈AI 其实没有再谈苹果了 工厂也慢慢移开了中国 像郑州就跑掉很多了 所以你想说 既然你跟郭智慧这么熟 那郭台铭你要不要回来 你继续来当董事长 反正现在是 双手指账 刘洋伟可以继续做 双手指账 就做他的AI最熟的领域 就有这个声音了 有道理 跟经济部长很熟 那郭总你要不要回来 好了 当然这里已经很道理 他持股充分可以回来 他持股超过12个百分点 他全部加起来17个百分点 你今天早上看到电子业 其实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他要推荐自己做董事长 我想没有人有意见 是可以的 但因为他其实也牵扰一些 政治问题 这个张老青 现在他的当时帮他 就是连署的 现在都有一些司法问题 他说这个事情会影响 这个鸿海的 这个 你知道感觉 感觉 可是一些老的 这些在鸿海里面的家臣们 就是那些高阶主管 是希望郭台铭回来 那到底他们回来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了 是跟立院会怎么样 我不晓得 但有这个声音 但是为了表达 到底郭台铭回不来 其实郭台铭有关键人 叫黄秋莲 黄秋莲就是 尤其就是他们的大掌柜的 前妈妈 很抱歉 他决定三月要退休了 要退休了 那他退休等于是 郭台铭少了一个 很大的左右手 所以大家还看这件事情 不过说真的 人家郭台铭叫什么名字 叫做霸气总裁 他如果突然觉得他要回来 他们也挡不住 可是你问我 不希望他回来吗 好 由大家做决定 他们回来才200块 他自己说到要做到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他如果回来 回来正式时机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这个超级电脑 叫Grace Hopper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郭台铭 鸿海 当时 超级电脑 你不要以为是一台电脑 人家涨价一整排 而且造价百万美金起跳 这个里面 你既然谈到 我们来介绍这一个 这一台有2560颗的水冷 一台就2560颗的水冷 水冷是一大颗 然后这第一点 第二点 它里面有920颗的H100 你知道一颗H100 就要1万到2万元 对不对 它920颗 然后它是以这个 我们说它就组合 叫做Grace Hopper 所属要的Grace的这种小晶片 每个Grace小晶片里面 有144颗的按摩 所以你要倒推 它一颗里面有144颗的按摩 那它总共有920颗 那你要知道多少按摩 按摩的成本也现在 所以它的超级电脑 是鸿海帮它组装的 是鸿海 那它是跟惠宇科技 惠宇科技是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公司之一 所以这个消息让大家非常震撼 不是别人 是威斯康西的红海 对 这个是关键点 那回到这件事情 而且这一台很厉害的电脑 它要放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 是 这个实验室呢 这个实验室要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实验室是本来就是在美国 它有两个主要实验室之一 有人说三个 但是重点是 它速度非常快 它是10 extra flux 一个flux是10到18次方 用秒计算 用秒计算 一秒之内可以执行10的18次方的运算 10的18次方 那它又是10 extra 它已经到那个顶级的顶级 那当然现在其实 刘洋伟也说了一句话说 它因为去年AI股 伺服器没涨到它 它觉得很委屈 它讲了一句话 超杀的 它说今年AI伺服器的成长幅度 是三个位数的百分比 三个位数的 100倍以上 我们估计平均值 大概差不多是30到40%成长 它是三位数的 好 那个情况下 当然它迎接了很多客户 包括Dale 包括Amazon等等 那都会来 所以如果郭台銘要回来的话 其实夹着这个气势 是有机会推升红海的股票 对 大家不要忘了 AI股 你请想想红海 以前讲的AI股 从来没有讲到红海 人家红海站出来 Hello 我在这里 大家都没有想到我是有事吗 现在他要重新把AI 贴到自己头上来了 好 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今天早上还有个大消息 你看到了台电的一个总经理说 我要请辞 但我被未留 过去这一段时间 不断的在跳电 你说之前差一点 这个还要去跟台积电伸出援手 拜托帮个忙 然后你看到桃园一直跳电 现在来看到连新北也在跳电 甚至连南投都在跳电 4月19号在南投的晋南大学 那学生气到爆炸 说我整个彻夜写我的报告 写四个小时 好不容易要写好了 我给我跳电 我所有报告都没了 好 那气歪 但是大家问题回来了 到底为什么台电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在跳电 那跳电到底又有哪些的一些个股会受贿呢 写维姐 好 这些人为什么会跳脚 你看这几天 光是台电的总经理 在这个留或不留之间 你知道他在台电在哭哭的时候 其实民众哭的眼泪更多 你看他晋南大学 目前为止 一间学校 目前为止说是他自己 这个里面停机 里面 应该是说大学里面 他的这个所谓的配电方面的一个系统有问题 不管怎样 他是只有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吗 跳电超过40次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自用的一个闭合器 出了一些问题 但是觉得这个事情大家都在抓 到底真正的一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除了晋南大学你知道这个会抓狂 一下停电一下负电 整个discard里面全都是学生在讨论 而且据说有人闻到这个宿舍好像都有烧焦的味道 所以那个情况你知道那个会影响公共安全 而且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最主要像板桥 你看就在这个新北市 你看板桥影响了270户 他的一个停电的情况 你知道在这里面一系列 他你知道变电像 他那个变焦灰的部分 只是你眼睛能看到 现在大家是不知道下一个地震 或下一个天灾来的时候 你到底要停多少户 而且你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而且你知道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这个现在如果是板桥21号嘛 就昨天其实停了270户对不对 但至于你知道这几天最抓狂的应该是桃渊人 桃渊人在短短5天之内停电超过8次 连个整个行政区里面 一半以上全部都碰到这个问题 关键朋友你能想象吗 我如果在电梯里面 这个电梯停到一半停电 然后那个家里的铁卷门 我赶着要开车要上班了 铁卷门打不开停电 所以你就知道说 那是影响民生非常非常贴近的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在这个情况 大家关心的不是只有你台电的总经理 你到底去或留啊 你如何不停电 这才是重点 然后还有他们讲说 你不要一直在说我缺电啊如何的 我不缺电啊 我是跳电 那如果这个跳电真的是因为溃限 真的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面 有很多的那个概念股 就跟着因缘生 伤机就出来了 其实重电类股 刚刚大家专家们都有提到 但不用我多讲 今年华电为什么 其实去年更强 涨了十倍 为什么五十块 这个五百块 现在今天 现在大概是最高是九百五十二 现在已经大概八百多块钱 之前是九百八十八 我跟你讲一千块 在今年一定看得到 原因是你又没有办法台电保证 今年你夏天不停电 全台湾不停电 如果你的情况持续在跳 在停电的过程当中 你看它的股价只会越来越高 而且那个其实支援很重要 我们管理人家知道 以前我们都觉得 以前常常在讲 哎呀华城不要看 那个华城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只有公共台电岛内 就我们台湾岛内 没有哦 请你听清楚 它今年这一波推升过程当中 很热的 就是美国的大基建 美国的大基建 把现在我们全部台湾这里面 不论华城市电 或者是亚里 它的订单全部都有统包 很多人动辄手里的订单 至少2025年了 或者是北美的变压器 他们全部通通都要翻修 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而且除了这个部分 还有像是电线电缆 现在大家担心 你一下子小鸟动物 各方面的问题很多 我说实在 这个东西难道还要问民众吗 台电已经搞了这个 至少30年了 你30年前就知道这个事情 你不是三天前 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大堆人就送回你的标案 有的人百亿的订单在他手里 股价涨个不停 我觉得有些时候 回归专业之外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要如何解决问题 解决不停电 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 才是我们的政府 还有很多的股价股民 需要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对 台电现在为了解决 它这个缺电的问题 所以它现在会开始 紧急的扩大的试单 所以国内的这些重电 线蓝股 又是机会来了 给大家做参考了 好 那你看Tesla又要打折了 之前它是在中国市场 这个实在是跟中国的 这些车商拼不过 所以我一直跟你杀价竞争 现在连美国本土市场 它也要杀价 我们来看美国的Tesla 也要降价 那分别是Model Y Model X 还有Model S 这三款车 然后降多少呢 大概2000美元左右 和台币大概就是6万5 以前Tesla每一次降价 然后大家就觉得 那你会卖得很好 然后股价就上去 没有 这次没有 它杀价一样是 噼里啪跌下来 那不止在美国市场 你看它在中国 中国又降价了 一直降一直降 现在这个电动车市场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 对 这个电动车市场 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Tesla股价 就表现出来了 你是想象从7月到现在为止 Tesla已经跌到多少钱呢 跌到4000亿的美元市值了 它跌了四成左右 对 对 非常可怕 所以很多投资人哭了 但是这个事情 为什么被讨论呢 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 哪有一个人 可以这样跟一个国家的 总理约好见面 前一天反悔 他跟谁约啊 Moody 他跟Moody Moody说要24号见面 结果19号的时候 对不起 我不能去 所以是不是莫迪跟他没时间 是他没时间了 就是他说他没时间 那当时我们的说法是说 据了解他是要去谈 在印度社工厂 这个我们说的 他的特斯拉工厂 就他说没有 不是 是要谈那个SpaceX 那到底是什么神秘力量 让他在出发前一天不能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现在太好奇有什么事情 比跟莫迪正面更重要 因为他说他很忙 他很忙什么 他到底要忙什么 他忙应该去德国 现在德国那个之前工厂 火灾应该去那边 他也没去德国 他到底在忙什么 好了 但是这里面有猫腻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出来 不是只有美国降价 美国是那个 Model 3没降 这次在中国是全降 全降 Model 3降最多 因为Model 3是入门款 现在Model 3价格 大概只剩下23万不到的人民币了 这个价格是超级便宜 23换星版23.19万元 我要特别讲 Model 3换星版 它是最新的武器 要应对全世界电动车的竞争 因为他不做平价车了 所以他打算出Model 3换星车 对付包括福斯 包括ODI 还有中国汽车 所以这部车子 理论上是新车上市 应该价格很好 没有想到去中国 一上市就折价 你就知道现在竞争力 所以卖得有多不好才要这样 对那真的很惨 那你知道为什么 他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不是只有Model 3 是全面都降价 那到底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 当然就Model 这个我们说特斯拉说法是说 我们业绩不好 是因为红海 那边船运不过来 德国火烧车 火烧工厂 等等这个消息 其实不是 他这个业绩有多惨 股价下跌有道理 你知道他跟去年 第一季出来结果事情 他总共生产了43.3万辆车 但是卖出去的车子 只有38.7万辆 这是第一个数字 就是你以前不是 以前是卖的 是订单超过生产数字 以前不都是订单 一大堆交不了车吗 现在是生产了43.3万辆 结果只卖了38.7万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跟去年比是 跌掉了8.5% 我觉得还好 可是他跟去年第四级 跌掉多少呢 跌了将近20个百分点 那当然特斯拉市 有说一句话说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第二季 业绩会起来 会到这个44.4万辆 因为你再不起来 股票就要跌到 眼泪流出来 所以他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数字我们就看看 但是 因为这段时间 是不是中国好多 推出新的车 是的 而且这些车子 你现在小米就多杀 小米对标他的model Y 那高阶的 而且价格只有他 二分之一是要怎么算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是我们怎么说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做一个动作 就是要问题很严重了 他在美国是强调 美国之所以 他还有一点市场 是因为他电脑 开过特斯拉都说 他的电脑设备 真的很棒 我想比过 大概没有比特斯拉更好 这是事实 那特斯拉有一个 Fully Self 那个 这个 就是 这个我们说自驾系统 这个 这个自驾系统 原本价格 他是很自傲的 是1.3万 1.4万美金 他不杀价了 最近降价了 降到8千块美金 也降价了 而且他决定要卖到中国 你卖到中国有风险 中国技术会很快的 可以A走 但他决定做这事情 表示卖得很糟糕 但好了 他降价是一回事 问题事情是 未来小鹏问贱 也出类似的 全部自驾系统 那事实上 小鹏的XNGP 事实上已经在执行了 所以他是看到 对手已经开始 有全自驾 他最优势的部分 是全自驾 好了 问题来了 但是我说重点 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什么 我不是市值跌到4千亿 而是有位专家 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专家叫 彭博前专业 叫叫 Non Smith 他说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说特斯拉这六年 已经进入到被养套杀 他在中国被养套杀 对 因为说中国让他 就是说你破坏环保 没关系 我不做黄瓶 然后我大块土地给你 你要怎么盖 就怎么盖 他的上海超级工厂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果不其然 这个工厂盖完之后 特斯拉很开心 原本在还没有去上海工厂 之前他是在损益边缘 甚至有破产的可能 好 因为中国给他 这么多土地的补贴 然后中国市场 不得了 他就现在赚钱了 确实是事实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他觉得赚很多钱 他就继续扩厂 所以现在特斯拉上海厂 已经占特斯拉左展人多少 一半以上 已经养 对嘛 养嘛 那接着怎么套你呢 好 简单一句话 你现在中国需求这么大了 所以你当然就要继续投资 所以他连太阳除能板 也去投资了 但问题来了 你投资了 他要一件事情 当时要求跟苹果一样 就是你的工厂的设备 跟你工厂的原料 都希望是中国生产 那这个一定会跟特斯拉 就磨合嘛 技术有了怎么办 比亚迪就出现了 小米就出现了 其实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 中国有个中车集团 现在傲视全球 就是他的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 高速铁路的往 傲视全球 可是你知道中车怎么来的 模式一样 一开始中国说我们有个大饼 叫做高铁 所以全世界最棒的高铁厂 就跟他合作 一合作就要技术转移 那一样到底来了 那你的零组件要在中国生产 你的设备要在中国生产 那双方会讨论 要磨合 对方就知道 原来是这么做的 这个零件要怎么打造 这个曲线要怎么处理 我先说我帮你做一个小螺丝钉 然后我再帮你做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小零件 然后越做越多 然后整套我就会学了 整套就学会 学会之后 中车就出来了 以后外商就没有了 而且你知道最夸张的事情是什么呢 还把这些合作伙伴 全部挤出了中国 挤出中国也就罢了 还跟这些原本的厂商 竞逐全球的订单 所以接下来杀什么东西 现在重点来了 你现在有的技术 这样你在自驾来了 你就倒霉了 中国有你这技术 中国需要特斯拉吗 所以这些厂商就 下个目标就要把特斯拉挤出去 好了 那特斯拉现在遇到问题了 全欧洲全美国都在竞争 中国市场在杀价 你觉得这杀价只是开始吗 所以他必须裁员 不过这次据了解 他的这个中国裁员最多 可是你知道裁员 也很阿萨里 你工作一个月 可以零5万人民币 所以有人说 他早上爬山下午 接个通知拿了10万块 很开心 因为是N加3 所以我看 这个养套商 他还要陪老本 才是现在马斯克 丹西的地方 恐怕连不能去印度 都这个原因 都在解决一下 他现在这个 这个满头包的一个状况了 电动车市场 我们会持续帮大家做关注 不过最近我们来看到 即将有一个辆车 变形金刚版的Bugati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 变形金刚的特制版 然后即将会在 这个苏富比的拍卖行 来拍卖 然后Bugati的车很帅 通常都是名人开出去 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但是有一个人不能买 有钱也不能买 他叫做阿汤哥 阿汤哥他在 竞买的黑名单当中 为什么这么帅车 他在上面不是很帅吗 他不能买 可能只能去二手市场 看看有没有 来 玉祥 为什么这么帅的吃 阿汤哥不能买 其实阿汤哥 刚刚讲到这个Bugati 就是他们对于品牌的价值 是非常非常严格控管的 那我们先讲到他这个变形金刚版 这个Veron 他这个Veron 其实他是一款 他的超跑 其实因为他厉害厉害在哪 他是W的引擎 以往是V级 是V型排列 他是W 等于说有两个V的排列 总共一排四个 所以他可以达到16 他是8.0升 有将近7990多cc 将近8000cc 所以这马力非常非常大 他在没有挂这个所谓的电的时候 就是马力可以1200匹 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那他这一次呢 就打到所谓的变形金刚版 就是特斯版 全球只有93辆 那大家都想要抢嘛 因为这是最高级最高级的车 又加上他是限量 又是特斯 可能影迷 漫威 不是漫威 就是等于说这个电影迷 也会去抢 那他之前也有跟其他的品牌 他真的会变形吗 他不会变形 只是外观很帅 好外观很帅 这个很帅的价值呢 就要破亿台币 对 你就是要拥有这个破亿台币 他性能当然是很强啊 那个零百加速 只要这个三秒 三到四秒内可以搞定 再来是激速 四百多公里 非常非常快 比台湾的高点还要快 那我刚刚讲到阿汤哥 他其实曾经拥有过这个Bugatti 他2006年 在不肯仁任务三上映的时候 是 他载着他老婆去这个手印会 对 他很帅的下车嘛 戴着墨镜这样 帅哥这样走下来 对 结果 深事 我很深事 我要去帮我老婆开门 对 发生一件事 门打不开耶 我是车主 我不会开门 有了就像画面中间的 你看画面超糗的 对 他要开门 硬拉 那个只插门没有被他拉坏 硬拉 门怎么开不了 这次Bugatti的官方 气死 我的这个车主 竟然不会开门 至此之后 他有钱 他也不卖给他 所以他在黑名单当中 汤姆克鲁斯 对 汤姆克鲁斯竟然不会开 Bugatti的门 最好笑的是什么 其实Bugatti的门 不像一般这种 McLaren是这样往上线迁 他也是旁边 只是旁边有个按钮 你要知道按钮在哪里 正常的开门 打不开 所以这很尴尬 那这就因为这件事 因为太丢脸 人家以为你Bugatti 这什么车 对 然后被团 他就被列 当然官方不会公布 刚不会说我列你黑名班 可是 但他从此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他甚至买车 还要去二手车行 外汇车行 去买他的Bugatti 对 这就是一个 很酷的一个现象 因为以往我们看到 不管是车商 我如果有一个大明星 开我的车 对 倍感光荣 开心 我可能还送给你车 对 送你车 拜托你开一下 像Polshare 就是给大谷祥品 可以开 让大谷祥品开我的保时捷 那很好 但这个Bugatti就不是 其实他不是第一家这样做 Ferrari也是 还有哪些大明星 法拉利 都黑名单 对 法拉利也做这样的事 他也是纯洁 说这个是最有洁癖的跑车厂 他这个光你在买的时候 我今天我中了乐透 假如我今天中威力才十亿 我可不可以去买 去买啊 为什么不行 他要看你的身份审核 有没有达到我这个 企业家的标准 爆发户我不要 爆发户你不要 你拿到钱 你那个炒股大赚我不要 我就要审核你的身份 所以不是有钱就能买 他就是洁癖 那他洁癖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我那时候 其实他就有列一个清单 就是你买我的车 你一年内不能转售 你不能乱改装 他说你改装 不能改装 很多人喜欢买车 就是拿来改 就是我要改得很炫 这个光的效果要很好 不行 一年内不能转售 然后不能给我改装 不能改装 谁改装了 Justin Bieber 这个唱Baby Baby 那个 Justin Bieber 对他改装了之后 法拉利就不给他买了 他这个458 他改怎样 原本是白色的法拉利 他改成蓝色的 他把自己弄成蓝色 对 然后他连那个车标 不是有点黄黄 他都把它漆成蓝色的 然后法拉利 这已经是一个大重罪了 对 刚讲的两大 这个第一大 第二大 他又把它转卖 你又转卖 又没跟法拉利讲 法拉利直接把它拉黑 他再也买不到任何的法拉利 那同样情况还发生在尼可拉斯凯吉身上 他也是法拉利 他也是买了法拉利 而且他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车 叫Enzo法拉利 这是以创办人恩卓法拉利的为名的车款 你就知道 都拿创办人的名字来做车 这个绝对是超级限量的 那你要尊敬这辆车 他把人家怎样了 12缸的进气引擎 他这个 这辆车 其实现在翻倍价钱 是超过千万美金的车价 但当时尼可拉斯凯吉 他有点破产 就是玩到破产 有点破产 便宜价卖给别人 哎呦不行耶 法拉利生气了 你怎么能够便宜卖给别人家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车子便宜价卖给别人 对 那法拉利就 他再也买不到法拉利 即使后来他现在演艺事业又重新起飞了 他也买不到法拉利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超跑车厂 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品牌价值 很有坚持 不管像刚刚讲的Bugati或是Ferrari 他们都坚持说不让这件事发生 就是要维持我这个尊贵的形象 只有金字塔顶端的顶端才能买 所以要维持他这个形象 所以我买到超跑之后 我还会得到一张清单 什么不能什么不能什么不能这样子 对 他其实都会讲清楚 对 就是不能转售的规定 或是不能卖不能改 甚至法拉利跟那个改装厂说 有改装厂去弄法拉利的车子 他直接跟改装厂说 你把我名字拿掉 我不要 我绝对不要我的车子经过改装 所以你看到这个超跑 人家品牌可以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一直在那个地方居高不下 他有很多的原则 不管你是谁 你是汤姆克斯 你是尼可拉斯凯欣 你是小贾斯丁 有多厉害没有用 你只要是犯他的天条 你就再见了 很有意思 谢谢玉璋跟我们分享 好我们当然来看到 过去我们的印象当中 连家军连电那个集团当中 连勇是一个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 但是我们来看到最近 这个连电似乎要慢慢慢慢淡出连勇 连勇甚至下单给台积电 这怎么回事 连电退出了连勇的董事会 然后大家就一堆问号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呢 赶快问问建勋哥 好 根据于报告一下 就是说连电跟台积电 它是两家不一样的企业文化 台积电是中央集权 我的高阶主管 都是年薪大概几千万 所以你如果外派出去 感觉有点被冷冻的感觉 但连电不是 连电曹新城创办的是什么 是枭雄吗 它有点像战国 战国时代 诸侯并喜 你不错的我就给你出去 不错的给你一些 简单的自重兵想 让你可以出去闯 你就出去闯 所以你发现连电很会养经机 养出了什么联发科 对 联发科它边又有什么达发 然后包括像这个连勇 这些很大型的IC设计 都是连电养出 你们发现很会养对不对 致源也是 对没有错 所以你想说 为什么今天大家在讨论说 连勇好像要脱离连电 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讲 这可能是假讯息 假登出 因为它当初被分出去的时候 就是另外另成一个公司 它有点像是邦连的概念 邦连 对邦连的概念 所以连家军 所以今天讲说连电 登出连勇 但是我觉得是假登出 真弹性 获得比较大的弹性 大家都已经分封出去 大家要为大家的股东 要为自己的股价 要捍卫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它挂着连电的标签 反而是感觉不太好 所以至于你讲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连电 它现在做什么 做晶圆代工吗 连勇是做IC设计 所以我就要给连电代工 但问题是 中国大陆现在成熟制成 这么的便宜 知道吗 所以我单子给你连电做 我又不能跟你杀价 杀太多 所以变成 我跟中国大陆买 我会比较便宜 但是连电 我要给你一定的扣打 那不是很尴尬吗 反而是绑手绑脚 我的毛利率会比较suffer 其实连勇是不是好公司 它当然是好公司 它过去好的时候 可以赚五十几块 六十几块 去年也有将近四十块 EPS的一个 算不错的公司 所以它这是说 这个名单换了一下 就是连电 它以前是法人董事 它现在全部变成自然人 所以变自然人 变成说 好像淡化这样的关系 所以它官方的说法是什么 我朝主管机会来努力 我要增加女性的比例 淡化这个集团的色彩 这是官方说法 所以实际上 我要讲的是第一个 它是要增加弹性 增加弹性 所以以后它可以 下单给中国厂 对 便宜很多 比较多 但实际上 所以我连勇本人 我获利就可以提升 实际上 它并没有脱离联电 我跟大家举例 它里面有一个自然人 叫做郑婉林 这个人 郑婉林 他是联电投资公司的人 那同时 这个赞晚年以前 也是联电高层的秘书 所以他变成说 用自然人的身份 去担任这个 联勇下一任的董事 所以这个控制力 其实还是在 控制力还是在 但是名义上没有了 没有错 名义上没有了 更弹性 所以这应该是双方 讨论出来 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是 那我们再来看说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对于联电的股价 未来要怎么看呢 其实联电 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 它是很看好这家公司的 它最近有被列入 高期的ETF成分股 因为它EPS高 然后它的获利也不错 稳定对不对 所以高期就喜欢 最近又要募了 所以它可能也是标题之一 那再来就是 它的折叠机 跟iPhone的产品 它终于打进去 传了一两年之后 它终于 我们讲的是联电还联勇 联勇嘛对不对 联勇 我讲的是联勇 我讲的是联勇的利多 联勇的利多 所以有ETF的成分股 然后再来是 它有折叠机 跟iPhone的产品 因为联勇做的是 TDDI跟面板相关的 这个驱动IC 它最近也要切入的是IP股 它跟iPhone架构里面 联勇也要切进 做这个相关的IP 那摩根生天的预估 摩根世丹的预估 就是2026会有相关的一个 产品贡献出来 但是我认为联勇 有一些比较大的隐忧 就是在于面板 面板这个制程 中国掌握太多了 对 有没有刚刚 那个杰明哥 杰明哥特别讲说 中国养号砂 面板现在也是养套砂 现在中国的市占率 超过七成 全球市占超过七成 所以你联勇长线来讲 是如果光顾手 在面板的驱动IC 很容易被养套砂 所以它必须要跨IP等等 你像大摩给它 目标是666元 所以我是觉得 联勇的股价 看起来它没有很弱 那这件事情 我也不认为是联电 真的登出了联勇 因为联电还是有22.7 如果你真的登出了 你可能会卖持股 你看今天其实联勇股价 没有什么跌 今天只跌一%多 它股价的位置 位阶也比台股强 那金远哥我问一个 那现在联电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联勇更大的弹性 未来对于它的获利来讲 应该都是正面加分吧 我觉得对联勇来讲 是正面加分 所以双方应该是讨论出来 还不错的一个结论是这样 那联电也不算是 失去一个金鸡母吗 因为它还是有持股吗 联电它就是一直养 一直吃一直杀 所以联电有点说 它像是投资公司 它像创投公司 它一直在它一个产业地位上 不断的去养 养它的金鸡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看看就好 但实际上的影响性 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大 那重点还是在台股 你知道吗 台股最近5月份 就是缴税季 4、5月又是淡季 所以我觉得 最近的持股水位 要比较降低一点 那另外就是AI股的话 要注意一下 就是下个礼拜 每超微的财报 到底能够报得好不好